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周二宣布于2022年3月1号启动青年承诺合同 为25岁以下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和长时间没有接受培训的人提供每月最高500欧元的津贴 以换取每周15至20小时的培训或者是就业支持 这项津贴的对象是16至25岁未就业 未接受培训或专业学习的年轻人 马克龙7月12号曾经在脸书上说这个项目受到青年保障计划的启发 这是一个被公认的成功的强化支持计划 目的在于帮助没有资源或前景的年轻人重返工作岗位结束这种混乱 他强调说这一津贴的支付将取决于收入出勤率和对所提供活动的接受程度 这项措施已经酝酿了几个月 是劳工部和财政部之间反复争论的主题 劳工部希望尽可能让这个政策汇集更多的人 而财政部则一直试图限制成本 这个计划每年会涉及约50万名16至25岁的年轻人 这些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就业培训或学习 今年夏天设想的可能会有一百万或更多 当时提出的条件包括不稳定工人和所有没有就业或培训的年轻人 马克龙补充说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一个年轻人一个解决方案的平台 有300万人已经找到了培训课程 实习或工作 2020年已经签署了创纪录的52.5万份学徒合同 由于这些高效的措施 如今的青年失业率比危机前还要低 事实上 自2008年以来 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尽管如此 失业率仍然太高了 法国政府不能接受几十万年轻人长时间失业 经常没有收入 没有就业前景 他总结说 相信这一代年轻人可以成为新动力的一代 您好棒吧 未经许可 明镜m深仓